我靈感来源来自于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所有我接触的东西 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没有看到这个门 我觉得很好看 或者明天我看到一个人的眼睛的照片 我觉得他眼睛的颜色很好看 那我可能都会用在设计里面 我每一个季度我都会把它设定一个标题 然后有一个时间有一个地点有一个人物在 因为我是学电影的嘛 然后我比较喜欢说给赋予 因为衣服本身它是没有灵魂所在 但是是这个灵魂是你要赋予它的 你如果不赋予它 它可能就是一块面料 这次我们showroom展示了两个系列 一个是我们的main collection 就是18春夏的我们的主线 它的名字叫ZERO GRAVITY 设定的时间在2082年在火星上面 是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里面 太空里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里面 那里面的人会穿的衣服 这是我按照就是我的想象来做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次跟KAPA做了一个collaboration 它的主题叫Undecayable 意思是不会腐坏的 我以防腐剂其实为一个灵感来源一个主题 我一直觉得防腐剂的包装很好看 所以我们这次把它用在我们的领标上面 其实我们一个结合就是 运动可以让你更加青春涌出 ZERO GRAVITY